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第三题,Linear Programming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题目 用一个图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硬件商店买X,Hack,Saw,Y,Chicel 由一整个销售 题目是讲一间五金店 他买了X个Hack,Saw是什么呢 Hack,Saw就好像一种锯子 还有Y个Chicel Chicel就好像是一种刀片这样子的 从供应商 Hack,Saw的价钱是四十和二十 RESPECTIVELY RESPECTIVELY就是各自的价钱 RESPECTIVELY,明白吗? OK,The purchase of the tools is based on three constraints 他要购买这些价钱,它是受三个限制 三个条件,限制 OK,two of the constraints are as follows 其中两个限制,两个条件就如以下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 那个Chicel呢 它的价钱和那个Hack,Saw的价钱都不一样 OK,so,当然是Hack,Saw会比较贵嘛 因为它是锯子 那个Chicel呢 是比较便宜,二十令吉 OK,现在第一个条件是 The total allocation is RM2000 OK,X和Y是代表量 OK,量就是多少个的意思 数量,X和Y是代表量 数量 OK,so,现在我们就当做Hack,Saw是X个 然后Chicel是Y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多少个 那这个五金店的老板呢 它只有2000令吉 OK,the total allocation 它只有2000令吉 它可以购买多少个Hack,Saw 多少个Chicel 多少个 因为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我们就用X个和Y个 OK,明白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第二个呢 The number of Chicel is not more than 4 times number of Hexor 也是一个条件 所以首先如果是第一个条件 它是关系到钱的 钱的,所以我们就拿 40X加20Y 小以或者是等于2000 就是说它可以用完那2000令吉 就是刚刚好用完 或者是它不要用完也可以 OK,so,你就把它 Simplify 通常呢,如果你 Simplify 就要越减到最简单哦 最简单,人家你画现就比较容易了 OK,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The number of Chicel is not more than 4 times the number of Hexor 如果你们觉得很乱 你就这样子 你看到Chicel呢 你就割掉 你放Y OK,你看到吗 一看到Chicel 你就把它写上Y 你看到这个Hexor 你就写X 那你就跟着 它讲Number of Chicel 你就放Y 对 你看到这个M全10号 你怎么打赶了 就给你 你看到这一部分 看看 听不在这里 我纓一张 就看得到 你怎么不在 我纓一张 打赏 那些 我纓一 你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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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纓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图表是给变变的,通常不给变变的 所以你看这图表,它要你找数据 你要找数据,你就要找约束 你就拿两个点出来找约束 但是它已经给你的数据,X等于3Y 所以你现在配上去 每次我们配的时候,我们都以Y做主题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3Y 反过来写3Y等于X 然后3Y大于等于X 为什么要大于等于X 因为它是在上面 明白吗 所以每次以Y来当着判断 我们讲Y在X 所以你必须把Y写在左边 所以3Y大于等于X 所以你就把它写成一个句子 它要你用文字来表达 这个3Y大于等于X 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就写这样子 把它换成一个句子 所以我们就写 Hexor就是X 它没有比小于等于 3次的计算数 用文字来表达 这个是Hots 用文字来表达是Hots 好 现在我们看C on the graph construct and shade the region which certify all the three inequalities or all the three constraints 那这里是X 小于等于3Y 我们读的时候是3Y大于 大过或等于X 所以我们要画这个shaded region 我们必须把它写成3Y大于等于X 然后才shade上去在线条上面 因为我们是以Y来判断的 如果它是大于呢 我们就把它把那条线画在那个线上 OK 好 等下我们就会把它shade上去 就是涂上去 画线上去 OK 每次要以Y来做判断 记得我的欠告 那第二个呢 刚才我们已经页减了变成2X加Y 小于等于100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找两个点 你可以说 假设X0Y就是100 你把X整个盖起来 Y是100 就是0和100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假设你的这个 刚才是X0Y100 现在是给Y0 那X是50 所以如果是Y0 X50它一定是在X的那个轴上 X的axis 所以就是50 就有两点的就把你的尺放在那两点 准准才画下去 OK 画了过后呢 你就必须shade shade的时候呢 你要measure 你要shade定你的Y是在左边才可以 如果Y在左边才可以开始判断 如果它是Y在左边X在左边也没有关系 不用搬 所以如果是小于就小于等于 总之有小过就是把那个shaded region shade在线条以下 所以我就是鼓励你们就在那个线条那边画一条线这样子 好像我这样子 OK 那个是线条2X加Y等于100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要小过的话 我就在那条线下面 OK 那2X加Y等于100的线下 我就画用比较细的笔啦 不要太粗 OK 你可以用黑色的或其他 在那个线下面画一条线 因为方便等下我们要shade 等下你就找有三个颜色的那个边 它一定是有那个颜色的嘛 你放颜色它就会形成那个边界了 所以你就在那边shade shade就是说画线 就是说你所要的那个区域 明白吗 这样子画红线会比较比较容易focus 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线条下面的那个地区 OK 我们要找它们重叠的地区 那Y小语等于4X哦 那你要画Y等于4X 其中一个最好的点就是X0 你带进去Y肯定是0 可是你如果带Y0的话X也是0 所以就不行了 因为只有一点 那你可以在那个X轴那边找任何一个X来带 OK 你的X是10 假设就Y就是等于4乘10 40啦 当然你不要写你的X是50啦 50就200 200你就找不到你的Y 明白吗 你找的点哦 可以任何一点 但是那个点呢 必须是整数 然后必须在你的Graph的范围里面 才可以画出来 OK吗 明白吗 不一定说你的点要跟别人一样的 总之你找对那个点 它一定在同一线上 OK 好 我们已经画了Y等于4X 那如果你要Shade Y小语等于4X 我告诉你们的 你用红笔在那个线条那边画一条红线 下面 线条下面 为什么下面 因为我们的Y是小过 小过呢 一定要在线条下面 条件是Y比是在左边 而且是positiv的 它有条件的 如果Y是negative你就要搬到它positiv 这里我们的Y没有问题 Y是positiv 所以Y小语等于4X 我就在那个Y等于4X那条线下面 我放红色的线 在那个Y等于4X下面 因为它小过 过等于4X 所以我的红线呢 必须画在Y等于4X那条蓝线下面 明白吗 我慢慢地分析给你们 你做多了 这个topic是很容易的 肯定可以拿8分 有些甚至可以拿10分 这样子画 看到吗 那你就找 那个地区有三个边界都是红的 你就画线罢了 shade它 shade就是说画线 你不用画太多线的 差不多五六条就够了 因为没有时间嘛 时间是很关键的 对不对 在考admax的时候 或者是max 在数学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这样shade 然后你放一个r 因为题目要求你shade the region 再次重点 оно 渴调一下 描连一下 这个水分 就是玉米和ощ围 就像那样 冰箱的一会 真的要将来 红红红红的颤红 那点你们把区别换 我描连一下 你看做这些 然后那些原调的 而且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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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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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要从小到大写成不等是不等是不等是不等的 就是Y 从10到40这样写成不等的不等的 明白吗 所以它这里只需要最低的组织 所以你不用去找阶段给它 要根据题目来回答 不要答非所问 明白吗 所以很多同学们其实有些是很厉害的 但是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好像不能焦点 就看错了 OK 我们来看D 用于13C的图案 我们已经做了 第一个 现在我们要找 最终的数目的 和7组 我们要找X和Y 和就是加 你看到N吗 N就是加咯 X加Y 最大的数目 你可以买 最多是多少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很多同学就不会 我教你们 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把它写成一个 好像是比例这样 X加Y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就是不知道就是要找的 你可以设它为一个常数好像K 不然的话你就写 当然是不要用X X加Y已经用了 你可以K 或者是任何一个符号 或者你不要的话 你就写Total number OK 他问你Total number 你就放Total number 我们要找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找这个Total number Maximum的话 你必须要有它的线条 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看啊 如果你可以画这条线 X加Y 你其实不会画的话 我告诉你 你看 X前面是什么数字 Y前面是什么数字 E对不对 Y前面是E X前面是什么 是E对不对 你就好像你找Gradient Y除X 我们知道它的Gradient 是Y除X 当着是这样子 所以是E除E 所以你就去 E Y是E X也是E 可是E很小对不对 很难找 因为那个Skill也是可以的 但是太小 我们乘10 乘10就变成10 不要的话你就20和20 你可以乘什么数字 但是必须两个一起乘 我们讲Multiple 倍数 你可以乘20 你可以乘10 你可以乘30 为什么你可以乘呢 因为其实如果20除20也是E 对不对 30over30也是E 对不对 它的Gradient是E 所以你其实在找平行线 OK 那条线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条平行线 然后我们要推上推下 有没有 我上次教你们这样推 所以现在你不用推了 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会比较好 你就20 20 30 30 这样子 你要推也是可以推上去 40 40 50 然后你把那条线推上去 对不对 推的时候呢 就要恒约你那个 region 那个旗域 你刚才shade的地方 然后你就找最高点 那条线穿过最高点 所以看起来是在最高那一点 对不对 OK 它上面有一个 那么没法 就是 ف 可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这样推上去 所以如果你会推的话 你有扯的话 两把扯推上去 你发现到那个 你的扯一定要保持你的grading 是意义 所以你会顶着那把扯这样推上去 你发现到最高点 其实不是 不是那个下面那点 因为下面那点你看 如果动到那个角落 因为很多人以为那边是最 那边刚刚动到那个角落 才55罢了 你再推上去 56、60、61 它一直还在增加 64、65 你看到了那个最顶点 才发现到它数目还在增加 74、75、76、77、78、79、80 81、82、83 所以如果你推上去 你发现到它的 X加Y最大的数目是83 怎样直到83呢 你去读那个点 你带进去 你就拿到83 OK? 因为当然你没有办法这样子 推、推 看到那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它的概念是 就是说 你用那个点 你带进去X 带进去Y 你就会拿到83 所以你读出来那个点 把那个点读出来先 把它写成X、Y 你把它写成X、Y过后呢 你才带进去 明白吗? OK? 所以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你如果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就很有信心 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解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Linear Programming呢 其实是蛮容易的 如果你常常做 而且呢 它其实是 蛮有气的 对不对? OK? 到最后你在那个点那边 最高点那边 画一条线这样子 那是17和66 你把17加66 你是不是拿到83 对吗? 是不是容易吗? 其实是很容易拿10分的 因为我曾经 教过很多学生呢 他们告诉我 这个方法呢 他们可以 很轻易的拿到10分 考试的时候 那你加起来呢 你就会得到最大的数目了 就是你的那个锯子和你的那个刀 OK? 它的两个数目加起来 OK 17加上66 那你得到的答案呢 就是83 对不对? 嗯 6加7是3 OK? 对啊 83 所以最大的数目 那个五金店的老板 如果他只有2000令吉了 所以那个条件 那三个条件 那三个条件 前面那三个条件 首先是 他可以买的那个 五金的那个 仪器呢 一共是83个 而且呢 他会去那个 跟那个供应商讲 他会买17个锯子 然后呢 66个 去售 17个是 然后66个是 GICCELL OK? 这样子 他就很快地 会解决他的生意的问题 OK 我今天的分享 到此为止 祝你们生活义快 身体健康 拜拜 谢谢收听